范祝仙18811938原名金标又名夺魁曾庸宁仙竹河北省邯郸市管桃县人著名民族英雄抗日烈士爱国将领历任炮兵营场不充团团场第八旅旅场整职范祝仙早年从军到北洋陆军侵害革命后任陆军第八旅旅场1931年回山东先后任第三陆军参议伊水临一线现场1936年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围观新联受到地方拥护 1936年11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独查专员保安司令兼辽城献现场1938年11月14日在辽城宝贝战中壮烈殉国国共两党都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可言安分别召开了隆重追悼会高度评价了范祝仙的抗战业绩范祝仙将军下取期之后范祝仙仙仍然从事住小本生意过度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的平静生活范祝仙认为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想要什么东西就越得不到什么东西平静队屋范祝仙来说就是一个奢侈品 1905年这件奢侈品从范祝仙指尖发落这一年为何折口的消息让整个管逃人心惶惶洪水自虐的结果是农田被烟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被烟就没有了粮食的来源农民逃难就没有了购买的人群这场洪水让范粮为生的范祝仙落入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危机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范祝仙成为了南民南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饭这两个字说的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 当时摆在范祝仙眼前的有两条路一个是入深山当绿林一个是走纸兵做士兵思考了许久 范祝仙决定入伍毕竟当兵要比党响马看起来正常些 更何况他从小崇拜的岳飞也是航武出身巫室他收拾好行囊来到了南管逃圣 前几天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纸兵处有几个年轻小伙在这里吆喝住朝廷要变练新军招募新兵招募新兵了 什么是新军范祝仙不清楚怎么做新兵范祝仙也不在乎 他想的只是一件事我要吃饭 巫室他扒开了人群在纸兵杵的红纸上牵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打亮了他一眼对他说你算应止了回家再取各乡保守续就来报道 范祝仙很高兴连忙回到家中将情况向老母妻子诉说了一遍 老母一听T字横流他知道而这一去以后过的就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 但家中实在揭不开锅末班无奈之下只能到保重 珍重在内眼模糊中看住儿子远去驻守天津的新军 范祝先入武之后被带到了天津附近的马场 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四镇炮兵第四标三 营用队第一鹏当被捕兵不久升为富兵 因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能勤学苦练 很快就掌握了炮兵技术不久便被送到第四镇随营学校学习 回队后争为政务 后来他又被选调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科学习 结业后回队升为少官民国成立后 北洋陆军第四镇改为中央陆军第四师 范祝先任第四师炮兵团连长 仍住防马场一带就在范祝先在天津驻守时 中国发生了巨变 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 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 灰飞烟灭就在革命党人力推共和制的时候 一心图谋地位的北洋军首领袁是凯 派人在火车战刺杀了革命党人的领袖 国民党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人 眼看革命成果将要毁无人手 孙中山先生南方高举一席 二次革命战火再次在中国点燃 而此时的范祝先隶属乌北洋军 也就是袁世凯这一方 范祝先随北洋军第四师进入江南 他在部队中逐步提升为炮兵营长 补充团团长 是叉谋长 第八屡屡长等职 虽然范祝先的官位步步高升 但是他心中并不开心 袁世凯胜利之后 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虽然大家表面上尊崇袁 但是暗地里都心斗角 而与我诈在袁世凯死后 这种表面上的和平也维持不住了 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阶段 本以为战争之后 会天下安逸的范祝先 心中彻底失望了 他抛弃高光厚路 辞去第八屡 屡长直 回乡隐居 效法古代知识连人 企图追求探索一条阵新国家的道路 在隐居期间 范祝先在卧室的门楣上横贴了 他亲手书写的两个大字 朱千乌氏 朋友们都称呼起他 贤翁来了 范祝先听住也非常惬意 随后他集一朱千的谐音 改名为朱千 袁世凯死后 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阶段 但是军阀 门知道范祝先非常勇敢 善无打仗 还是要拉他出山 一次一个军阀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要送给范祝先做小老婆 范祝先一问 才知这个姑娘是乡下来的穷学生 因家庭不利攻他上学 又没有职业 才被迫卖身的 范祝先激动地对这位姑娘说 论年龄 我该是你弟父亲了 梁家儿女怎能走这条路呢 说完他让夫人拿出二十块钱来 亲自递到姑娘手里 说给你这些路费 回家好好 与母亲生活法 姑娘接过钱后 向范祝先深深地击了一疯 十分感谢 递说先生大德 永生难忘 为了安全 范祝先派人把他送出了市区 范祝先在旧军界多年 他这种洁身自首的高尚品德 深受部下的尊敬 参考资料 范祝先于辽城保卫战 刘如丰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范祝先于鲁西北 抗战资料选 谢玉林 刘如丰 赵泽鹏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范祝先将军传 高志超著 明天出版社文 七路晚报 七路一点 记者 朱文龙图 来源无网络 一点号 鲁西野语